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在中国古代社会,皇后一直是天下女子的榜样。 所以为了能够母仪天下,皇帝和大臣们,都会挑选一位贤良淑德的女子担任皇后。 可隋朝的相皇后,在丈夫死后,竟先后经历了六位帝王。 有人说他是红颜祸水,不仅害隋阳帝王了国,而且还勾引了其他帝王。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 咱们接着往下看。 萧皇后出身显赫,父亲是西凉孝明帝萧奎,母亲是张皇后。 可因为出生时辰的问题,被家族遗弃,免转交由其书,就收养。 他的舅舅虽是皇亲国妻,但却家境贫寒,萧皇后不免也得跟着操持家务。 后来隋文帝替次子杨广在梁国选妻,萧皇后有幸被选中。 杨广与萧皇后大婚后夫妻和睦,还带着她前往晋阳赴任。 当时,隋文帝梦到一位天神将临杨家,下逢晋阳传来了晋王妃并周怀孕的消息。 于是隋文帝便派人把萧皇后迎回了宫中,派人细心照料。 后来她为杨广生下了长子杨昭,也为她日后继承皇位增添了一份助力。 当杨广坐镇江南,为争夺太子之位,而大肆拉拢江南氏族和佛教高分时, 又是萧皇后出面,凭借她之前的皇室身份和佛教背景,替杨广招揽贤财。 此外,萧皇后知道隋文帝夫妇喜欢节俭, 所以为了能在独孤皇后面前营造良好的形象, 她时常与工人同寝共识。 最终,太子杨勇被费,杨广做了太子。 隋文帝死后,杨广继位,萧皇后也正式成为皇后。 杨广登基后,曾数次下江南,每次都是劳民商财。 萧皇后不敢执剑,特意写了数智妇为婉宣戒。 后来杨广被宇文化急杀死,萧皇后落入了她的手中,并随叛军来到了辽城。 之后,下王窦见德帅兵攻破城池,迎回皇后,暂时将她安置在武墙县。 当时突厥处罗克汗的妻子一城公主是隋阳帝的藤妹,萧皇后的小姑子。 她不忍嫂子落在叛军之手,便要求处罗克汗出手。 李世民把她赢回时,她都63岁了。 她们要什么样的美女没有,谁会为一个老年妇女抢得你死我活? 所以她们看中的是萧皇后的身份和政治资本,邪天子以令诸侯的戏法,可不光曹操会玩。 之所以越传越邪乎,只是后来仍为了给隋阳帝王国,找个更合理的借口而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